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美就台灣問題的交鋒停不了 25日晚,美國聯邦眾議院 退休軍人事務委員會主席高野 率領一個跨黨派的眾議院團 乘坐美軍軍機,抵達台灣松山機場 蔡英文的發言人說 在一個月內再度有美國國會議員組團到台灣 不僅是再次展現台美的堅實友誼 亦展現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和跨黨派 對深化台美關係的堅定支持 中美元首峰會後,兩國關係稍微緩和 但在一些重大的議題上仍然是針鋒相對 其中美國繼續打台灣牌的問題就最為突出 一方面邀請台灣參加民主峰會 立陶宛就按照劇本批准台灣當局 設立所謂的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 中國將兩國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 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長隨即透露 立陶宛將與美國簽署一份價值6億美元的出口信貸協定 這是擺明挑機中國,債獲得美國的貿易支持 而立陶宛外長亦第一時間去了美國訪問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亦坦然 立陶宛挑釁行徑的背後有人在撐腰打氣 操盤指使早有預謀,國際社會看得清清楚楚 據強調立陶宛不適宜損害中國主權為投名狀換取貸款 這種交易不道德而且危險 立陶宛背信棄義,不顧中方的嚴正交涉 不顧國際公理和正義,為大國火中取栗 中章為此付出代價,美國為實現自身的政治目的 不惜威迫利有他國充當炮灰 這絕對不是負責任的國家所為 最終只會是害人害己 有記者就問立陶宛外長說 立陶宛學到最大的經驗是受到經濟脅迫 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外交政策上的獨立決定 短期看,立陶宛會很痛苦 但立陶宛將會為各國提供了一個 如何抵禦這種壓力的模式 趙立堅又再借力打力的反問 如果真正好像立陶宛外長所言 立陶宛政府仍然能夠在外交政策上 作出獨立的決定 我想問一問立陶宛外長 現在他正在美國做什麼? 他又批評立陶宛方面背信棄義 一錯再錯的結局只有一個 就是咎由自取,自吞苦果 中國當然有行動跟美的 中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的網站 11月25日就發布通知 因為技術原因 領事業務自2021年11月25日開始暫停 恢復時間寧行通知 立陶宛今願為美國反華做先鋒 獲得美國的支持 再次告訴大家 國際政治就是這樣 總是有人想做美國的棋子 哪怕環球的棋子到處都是 西方的政客仍然為了選票而行事 另一方面 美國商務部就繼續對中國 涉及芯片的企業開刀 12間中企及機構列入了 所謂的實體清單進行出口管制 理由就是這些企業和機構 從事的工作和美國的國家安全 或是外交政策利益雙倍 智立堅就批評美方 旅旅犯化國家安全的概念 濫用國家力量 無理打壓中國企業 這種嚴重損害中國企業利益 肆意破壞國際經貿秩序和自由貿易規則 嚴重威脅全球產業鏈供應鏈 美國可以說已經做到了 歇斯抵禮不擇手段的地步 中方堅決反對美方這種舉措 要求美方立即糾正錯誤 中方保留對美方採取必要的 反制措施的權力 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美國在近一段時間上 對中國有極限施壓 我覺得美國又再倒 倒在明年的2月北京東澳之前 中國不至於反抬 中國作為東道主 還希望這項體育盛事 可以令運動員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下順利完成 另一個原因就是放出石油儲備上 雖然美國說中國配合 但與美方的要求有一段距離 得不到中國的全面配合 美方好像小朋友沒有玩具一樣大發脾氣 為了鼓動棋子與中國對抗 美國也有很多數要還 這次發生在美國的後花園中南美洲 洪都拉斯將會在當地時間11月28日舉行總統大選 眼見反對黨候選人表示 若當選將會與台灣斷交 美國就出手幫台灣 路透社報導 美國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說 美國派去洪都拉斯訪問團 向當地的兩位主要總統候選人明確表示 華盛頓希望洪都拉斯保持與台灣的長期外交關係 這位不願透露聲明的官員說 華盛頓已經警告中南美洲的國家 中國在這個地區的做法可能帶來一些風險 洪都拉斯是台灣謹靜的15個邦交國之一 但民調領先的主要反對黨候選人 希爾·馬拉卡斯楚之前曾表示 如果大選獲勝 他將會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而不是台北 他的一名助手星期二說還未作出最後決定 消息一出 蔡英文急忙派出吳超舌 去到洪都拉斯安撫這個友邦 此後又邀請洪都拉斯現任總統 埃爾蘭德斯訪問台灣 今月的13日 埃爾蘭德斯出田去台灣 他說洪都拉斯與台灣是真正的朋友 並且希望雙方的深厚情義 無論是在他任內還是在他卸任後都可以深化 路透社就說 埃爾蘭德斯在欺詐指控中 開始第二個任期以來 洪都拉斯的腐敗問題雪上加傷 今次大選 埃爾蘭德斯不再參選 距離28日大選只剩下幾天的時間 美國果然又再出手了 奉華必反的美國國會議員盧比奧 在國會聽證會上表達擔憂 今星期負責西半球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布拉恩尼克爾斯就率團對洪都拉斯進行訪問 名義上這個團隊是為支持洪都拉斯選舉公平而來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在電話簡報會上說 我們已經和洪都拉斯的所有主要角色講得非常清楚了 為什麼我們認為洪都拉斯和台灣的關係如此重要 我們希望看到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我們會在會談中直接和兩位領先的候選人說了 一名官員又說 美國在洪都拉斯大選中沒有偏袒任何一方 但訪問團隊就對民調明顯領先的候選人卡斯楚說 拜登政府歡迎卡斯楚承諾在當選後 成立一個反腐敗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由聯合國支持 外界就分析美國的小動作 恐怕難以改變洪都拉斯氣台的大勢 前民進黨立委郭靖良 戰略專家張敬早前就預測 未來台灣和洪都拉斯斷交的機率是80%至90% 洪都拉斯的輪郭薩爾雅多的示範效應是很好的例證 薩爾雅多與中國建交之後 雙邊的貿易實現了彎道超車 貿易額超過11億美元 薩爾雅多的精品咖啡連續三年亮相在中國的進博會 雙方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 中方無償援助薩爾雅多多項基礎建設和民生項目 種種利好正是最直接的示範 甚至是埃爾蘭德斯早前都公開承認 中國大陸在中南美洲的影響力不斷增長 這對當地人是一個機遇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 美方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不過是此強凌弱 所謂的民主不過是拉一派打一派 自從1823年門羅宣言發表之後 門羅主義的幽靈一直在拉美徘徊 美國對拉美的滲透壓迫 無時不有、無處不在、軍事干涉、政治顛覆、金錢收買 手段是層出不窮的 無所不用其極 這種嚴重阻礙了拉美政治經濟發展程序 為拉美人民帶來了深重危害 時至今天 美國仍然想保持200年前的舊夢 繼續使拉美洲為其勢力範圍 美國這樣的霸權政治霸道行為 早已被拉美人民心惡痛絕 也註定會失敗 外界有分析認為 無論是埃爾蘭德斯、臨別的金元外交 還是美國從中作梗 都難以改變歷史的大小 今天分享是這麼多 發展的反應 從來到此 下集團 我們這次的反應 我們下集團 然後到此 我們下集團